公司 各樣東西 這樣又不行 我想翻個關斗 Hello PressLogic Girls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華仔 Love 愛 尤其是去年 大家對我的意外都深深感受到大家 她不是說愛不愛 她真的覺得 劉德華好像她生命中其中一個的朋友 無論她是偶像的愛 又或者是朋友的愛 或者是家人的愛 我也覺得那份溫暖 是我這麼多年裡最濃烈的感覺 所以就出現My Love 可能那個市場 音樂這個世界 或者廣東歌這個世界 已經越來越窄 所以我看到大型的MV 其實就不像我們以前說 我們以前是拼命的 所以這次很想有一個用心的MV 第二就是 很希望大家看到一個 健健康康跳跳紮紮的劉德華 我們其實從有概念到我們拍 差不多是兩個星期 最早有歌到拍 差不多是三個星期 其實中間我們都在想著究竟拍不拍 或者我站在一個室室 自己對嘴就算了 後來決定拍的時候 就剩下兩個星期左右 譬如我們跳舞可能太難了 或者要怎樣改 每一個人都在中間 一直妥協 和一起作戰的這班戰士 我們覺得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我們永遠都要記住 因為我們有一個時間規限 在時間規限裏面做到我們最理想 以前我也會發脾氣 以前發脾氣的時候 他就說 為何發脾氣 我們支持你 但是今次看到 你看到我在這裡排隊 後面的人要記住 這個鏡頭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們要在這裡進來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發脾氣的時候 你看到發脾氣的時候 你會覺得同一群人 其實如果十年前 可能大家就 大家就 哇 灑了拳 我覺得由朋友變成家人 這十年裡面 我經常都說 Fankup是我的家人 其實他們像家人 即是他們包容我的空間 可能比我包容他們 因為他們有多可見到我 我照顧家人 以前不是吧 以前很多活動要出 那個活動是很頻密的 以前我見到他多過見我媽媽 有些體能上的壓力 因為都停了 整整停了一年 沒有做運動 因為受傷之後 就是做那些物理治療 那些脫手操 老人家那些 近這半年就開始 正正式式摘起所有 不知是什麼問題 總之覺得 好像沒有以前的體能那麼好 今年轉了用歌藝 沒辦法 因為體能上的 或者各樣東西 我不知道還可以 比起以前 可以去到什麼 現在公司各樣東西 這個又不行 那樣又不行 我想翻個關斗 關斗 靠樣子之外 今年靠一把聲音 看看能否仍然製造到一些 驚訝的東西 最尷尬的 我記得有一次 在深圳 不知道是光州 還是深圳 我記得嗎 我唱對嘴 因為是大球場 今天拿著 我是中國人 因為聲音會撞得很厲害 那時候又不是很流行 我可以唱對嘴 所以說平時 不需要唱 かな 突然有一個在很遠的歌迷 他拿著一個毛公仔 他拿著一個毛公仔給我 我一看一看他 整個Mate飛走了 幸好是音樂禍 走都走不及看一看 摸八塊Mate 我覺得當時如果在唱歌 真是醜過遊型 其實我經常說自己英俊是一個 用來笑一下 開心一下 例如我不會吃很濃烈很甜的東西 我不記得李少女的夢是甚麼時候 由李少女的夢廣告之後 我就沒有再喝冬的東西 到今天 我不知道會否是其中一個甚麼 但我沒有特別 我告訴你今天我要做訪問 兩天前 我們公司就提醒我 你快點去做一下面 哈哈哈哈 特意幫我預訂做面 可能我有一群工作人員 所以我經常保持得這麼好 因為他們叫我檢討一下的機會 可能有這群人激勵了我 我對那群人激勞了我 我不是在群人激勞了嗎 那群人激勞 我不是在群人激勞 所以我不會是餓 我們不也是不喜歡 我們在群人激勞 但是我們不喜歡